这把的话它是一点机会的没有 上一把还有机会吗 他们应该是双败嘛 所以后面的话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出现 我们还不知道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什么订阅号 如实传说 还有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在这个游戏中动物园都没关三次 是的 那平安飞骨也是抓快攻 也是这个战术还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接下去呢 也是不进广告了 然后直接给大家带来接下来比赛 应该是回到了成都赛区 也就是说还是我们 还是北京赛区 成都赛区没那么快 我们还有一局李博的比赛要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难兄难弟 看看李博的发挥 李博好像不摇扇子 不知道能不能赢啊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北京赛区 第二轮的小组分组情况 有熟悉的吗 这个蛇叔好熟悉啊 Mr.Humor 这个北京赛区是不是被旋风小组 优荣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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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了优荣爱 实力强大呀 可能旋风是不是北京那边的一个根据地啊 嗯 我虎牙只有两位选手 哈哈哈哈 好吧 好我们又看到拍戈了第二轮F组 嗯 这个旋风投降加好友这个ID太无耻了 这个ID太坏了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他已经把天师干掉了 把天师打到外车子去 所以他加到天师好友了吗 是吧 嗯 嗯 天师的话也是一个败子组 然后最后一局吧 嗯 Snake Snake 李博就是天师 哦 嗯 然后对阵是一位全民的选手 心疼天师 到现在为止这个队伍只有他一个人 嗯 所以 感觉我想看一下天师带的什么职业 应该会不会带他本命的萨满 应该会带吧 萨满这么强 萨满这么强 为什么不带萨满 嗯 对吧 然后其他的战士带一套呗 术师带一个 天师的话 天师可能不会打慢牌吧 我觉得 天师还是会打快牌的 天师好像比赛里用快牌多一点点 他基本不用慢牌的 嗯 很少用慢牌 而且每次出成绩的时候都用的都是快牌 而且都是毒 所以 天师打毒瘤还是有这个 那我觉得天师可能会有小德 光环 光环性选手 然后来看一下双方的这个职业吧 呃 另外一位选手好像是全民的 小梦 嗯 小梦 卢丰还是 小梦陈锋吧 陈锋 嗯 这个 这个就没法猜了 因为这个选手不是很熟悉 嗯 不过说实话 就现在开了三个区的情况下来看 其实 应该是有战斗力的 真的吗 嗯 开三个区的时候其实是有战斗力 就象牙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有战斗力 但第四个区开完以后天梯会怎么样环境就有点不知道了 呃 变化不大吧 变化不大 第四个区没有什么特别影响 有一个号称 有一个号称 号称很厉害的紫罗兰 换术 就是三费的嘛 无敌 本回合 啊 三三四 还有什么 二二三 有奥秘打个三伤害的 法师 那个法师的话还是挺好用的 那个可能有点用 我觉得 对 加上现在新加法师那几张卡的话 我觉得那张卡还是不错的 可能有点用 嗯 法师应该下个版本 就下个信息还是蛮多的 你说当年如果有科学家的时候有这个牌 法师就无许 现在 现在已经有一个跟奥秘相关的鸟琴守护者 嗯 对 看一下这边的话也是出了职业 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职业贼 也还有一个特别的职业猎人 嗯 猎人上场了 猎人得火腰法 就导演得火腰法中枢猎吧 应该是 那这个版本其实猎人的话还蛮强的 因为他现在加了个豹子戏法嘛 然后再加上那个 豹子戏法和 女猎手 和 对还有一个大灰狼 大灰狼还蛮厉害的 女猎手除非你是围绕着他 够 够 女猎手的话一般中枢猎也会带 也会带的 因为拿来挂冰冻的 关键是三宝太厉害了 抢节奏嘛 嗯 挂一个奥秘三位挂个奥秘 等于三位打了五费 对 挺厉害的呀 就相当于打了一张激活 送了个激活 是的 嗯 拿来挂冰冻挂点 挂点奥秘的 那看来天使这边牌还是比较有新意 好看一下 新手的话先用法师 火腰法 嗯 这几次已经换过牌了吗 哇 好像不错啊 这牌有随从就不错 听说你想要一个法师 我这里有啊 这是骗刀 是的 骗刀失败 不会屌你的 对面龙寨表示啊 这个东西就想骗我 对面是龙寨吗 是龙寨的话 我看好天使啊 因为他这波不卡手 应该是龙寨吧 对 应该是龙寨 已经看到必然用龙了 无非那个 那这里会选择挂刀 过 挂刀 过 小梦 成风 这位选手的ID其实也比较熟悉 应该是打过不少的比赛了 有点熟悉 在旁边咱们嘗 秦 ā诰 嗯 此处也就暴露自己没食屍鬼 行驾 压不油意挂到过 这才有大师风范 vem 讲看跟他交错过了 这个音还是很有存在价值 哇这 有点浪费 一攻就让他打而且无防吗 怎么样巫师学徒 骗刀 为什么拿巫师学徒去骗刀 因为他有傲冲 他觉得傲冲打4非常重要 傲冲 对 这个是 傲冲打4可以解下一回合出来的暴乱 如果没傲冲的话 应该会选择卖法强 是 没有傲冲肯定卖法强好 有傲冲肯定是卖这个 主要是暴乱这个东西 不能让他站场上 因为法师很烦 这种4血生物 T字也N多血 我觉得小猫成功好惨 他手上 他像龙战吗 他不像个龙战 龙战一二三 号称三费定胜负的卡组 好现在三费定了 你已经输了投了胖 这唯一两个生物是两五费 是啊 正常的龙战都是 两个三三冲到对面脸上去了 已经 然后帕克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选择交一个化学为龙 可以考虑交一个 他想不想算 下回哥拿什么猛鸡加化学 那那也不好 猛鸡加化学都不好 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考虑交个化学 这边上两个 你看这猛鸡跟化学 你先打猛鸡还是先化学 都可以 那就双猛鸡吧 就猛鸡先猛鸡一下法力龙 然后再猛鸡一下 左边那个 其实天师的也没有多好 天师现在这个牌也很尴尬 哦他 可以单猛鸡要过 夏侯多反正可以黑翼嘛 对他可以黑翼点掉 他想想算 那就不过 天师这边也其实挺卡的 开一炮 对开一炮 压火把进去 伤害的一个都有 火把两个是有点卡索 然后黑翼 黑翼点一下 这么卡索的龙战 手上又摸了两个疤 这个龙战真的是 有点衰 但是快了呀 现在马上就六费了 火把解一解 你看天师这边尤格萨龙在了 根本就不怕你什么八费 九费的 也是 而且七费的话 一个火焰之地 对 六费的话 小梦成风 我觉得还是要上蓝龙 不要成风 节奏好慢 节奏好慢啊 这样打的话 火焰之地 火焰之地不舍得用 浪费了 直接要冲加火冲 主要浪费硬币 他可能有点想要通过 傻龙去过牌了 对 他可能要硬币上傻龙 能留硬币就留硬币了 这边五费可以 蓝龙 猛击 解招吧 对 反正你现在也不缺牌 还好龙 现在还算多 还有强等 然后火焰之地崩一个 出个土元素 要不要考虑考虑火焰之地 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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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了 已经不赖了 就这样吧 五费还可以 螺丝 螺丝吧 螺丝是靠谱的 这里的话我推荐天师 双火球砸脸 怎么样 双火球砸脸怎么样 没问题 没有问题 我有虚灵巫师 没有 双火球砸脸 其实可以 那就冰 你觉得冰夹有用吗 没有 那就冰夹吧 还是冰夹吧 没用也冰夹 因为费用合适 还有就是其他的牌 也用处不大了 已经进入一撒龙会合了 这样有一个好处 万一六三能再入场的话 能额外踢六伤 那这边的话 猴蝶冲掉 猴蝶冲掉 猴蝶冲掉可能不太舍得 我觉得上马尔卡罗克吧 马尔卡罗克一刀 好一点 你手上有化学围龙在 如果用猴蝶去解的话 有点浪费 马尔卡罗克出一把三伤的刀 轻而易举 如果只有两伤的话 那我再补个刀 我还有化学在 他这得要施鬼龙吗 真的是施施鬼龙 哦 再化学解掉 嗯 也可以啊 就确保你自己八分钟打脸 好了那这样我两发火球先打了吧 两发火球打脸 然后 他直接有个散龙 我靠换我的话 我会两发火球先打脸 然后再上一个镜像 他怕死 对 好 死缠一号 愤怒二号 感觉好像没有起掉场 啊 气暗通明了 你再也不是一个法师 近话没什么用 有缘爆裂看轰了 轰在脸上了 野性之动 加了攻击力 好了没了 太短了 我觉得 我觉得天师 上回合 就这回合 对尤格拉斯 对尤格少龙来说 这好冤啊 手上明明还有三个法术我就出手了 就其实我觉得 就如果他实在不想打 要镜像可以忍 他干脆把硬币交了两个火球来解解场 其实也行 是啊 你把罗斯解了 把龙解了 我的话就 我的话我就打脸了 两伙就打脸 然后 下一回合如果能摸到宝点 你就进向宝点 没有宝点 那你就直接撒 对 尤格少龙他法术少的时候是特别 差的 无力 特别无力啊 就只有八九个法术才是标准的 一般五六个法术很无奈吧 嗯 这边 哼 少龙死了 罗斯要是打脸的话就 7加12等于19也打不死 怎么办 无中生有三个火球 现在就抱着火球死 巫师学徒镜像 火球火球 火球一个 火球一个镜像 报告别 结场没有一面 还不能点 关键明你不能点啊天师 你在想什么 傻了 不好意思 忘记自己转直了 没有他这个 他点了一下 你就记得点了罗斯 但是我其实是报告兵啊 这报告兵表述我不会重复啊 天师忘记自己转直了 不过大家也是第一反应 我补个刀 然后一看 怎么是报告兵 你要补刀 你早点补吧 你上回合硬币 火球 反正我觉得他只要火球砸怪了 他就真的没有任何一面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 就上回合开始就可以砸脸了 萌萌哒 所以这个傻龙还是比较坑的吧 傻龙是唯一翻盘的手段 傻龙用完之后 叽叽了 就可以叽叽了 这没什么一面 所以说这把 恭喜我们的小孟出风 嗯 嗯 这一窝大龙都没了 那还怎么办 龙战 打赢了法师 嗯 好了现在 天师这套牌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步 带了面伤患者 随从不少 它是个欧洲型火药法 你怎么知道欧洲型火药法是这样子 欧洲型火药法都带这个 欧洲人超喜欢这个牌 就相信自己脸 对 欧洲人火药法还有水人什么 水人和这个玩意 是的 就偏随从 我跟你说欧洲人火药法还带螺丝 基本上都是带螺丝的 是吧 对的 我被螺丝轰中了很多炮 印象深刻 哎这两天好像天宾里面带螺丝还挺多的 什么卡族机构啊里面都塞个螺丝 有种这种感觉 嗯 反正我这两天死于螺丝下面很多次 是吧 嗯 你玩贼的被炮轰死很正常 来看下一把吧 让你活该嫖气 这个刚刚这把也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总之法师应该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就是 就是我感觉它是断随从了 贼来了 贼来了 这个贼是奇迹贼 基本上比赛都是奇迹贼吧 嗯 现在还没有看到过其他的类型 我觉得比赛赶完嫖气贼应该挺少 对 嫖气贼不太可能 随从贼他都还有一点可能 网语贼有一定可能性 有一定可能性 就是带急跑的那种 是 或者带一些很多网语锅牌 易语魔点 这把天师是后手 哦牵手 牵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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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被刺 这套贼是朝着动物园来的 这个牌其实特特别刻现在的火药法和动物园 是的 火药法很可能镜像 挡一挡 对啊 然后动物园很可能就阿古斯架一架挡一下 这回合肯定是 过硬币军期就等你二费那个无死学徒了呀 呃 昂 什么情况 假动作 这绝对是假动作 这应该是骗的吧 这不太可能打 这不太可能打 不太可能打 这个你一个奇迹贼拿到后手了 已经可以屁叠屁叠了 不用管别的事情 一般比赛赶上贼的都是老贼 老贼啊 都是年卖的贼 要是年轻盗贼 我干嘛用盗贼去打比赛 我什么这么多职业可以用 那这里挂个刀就砍了吧 都是年迈的盗贼 才不给你这种可乘之际 老咒术 上呗 反正没东西上 老咒术 火药法打盗贼其实挺烦的 因为其实我不是法力佛龙镜像的话 一般都不抢先手 然后对方又不上怪 一般都是什么 到什么紫罗兰才会上怪 否则都不上 这里上一个 紫罗兰或者巫师学徒 这是干嘛呢 哦 硬币来弄 不不不 他三倍 看错了 三倍 肯定是硬币上盗贼 然后下回又有硬币可以回首 那就 那很难办 火球砸了吧 火球砸了 盗贼表示这波 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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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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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 盗墓匪贼刺骨 硬币刺骨有点不太捨得 刀扇军妻 我觉得如果捡法力葫芦的话 我舍得他不知道他头上挂什么 他头上挂的那个是什么 他头上挂的是个褥咒 如果是刺骨肯定是打不着法力葫芦 法法也解不了 还要被白吃 这个地方只有硬币刀扇军妻能解决 但是太爱肯定肯敢 刀扇军妻是一种 或者直接把群体被刺打 群体被刺有点不乐意交但还是交了 交了吧群体被刺比较安全 最好是等到那个 静向来的 什么静向来的 这个老周要立功啊我觉得 而且这波确实很强 无面召唤者 欧洲人还好 三费三三 那刀扇军妻啊很方便啊 直接刀扇军妻就可以了 根本不需要交刺骨 他打过法术了吧 上回合没打法术 没有没有直接连砍的 然后上又随从那你怂一点 你硬币刀扇军妻中可以了吧 我想 他应该会从法上到法反 不对他前面不是硬币跳过一个 那个什么 没有那会儿没挂 他是刚才是法律中那会挂的 刀扇军妻的 很大的 对李博来说还是很有机会 对李博来说还是很有机会 因为对方其实到现在连个 加鸡身都看不到 是 影子都没看到 是的 盗贼打妥妖法 需要要么加机身隐藏 要么巨犯 巨犯 巨犯打 打妥妖法特别方便 嗯 刀刀暴击 嗯 玩法表示我根本就护不住我受惡的 是的根本就拿巨犯没有办法 没准 看一下是不是轮 哦不对 轮回肯定有错过了 不是轮回 在那个法律不能阵亡的时候 火炎之地 快砸吧 现在应该就饶咒 还有冰箱冰箱 这个还行 这个刺骨要砍在这个上面 这个跟哈里森穹刺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盗贼盘序非常不好 现在可能已经到了15张牌了 就已经过了13自制牌 没有加机身 没有 蓝龙上过一条吧 他这里要上蓝龙了 对蓝龙上过一条了 蓝龙没上过 只上过盗墓匪贼 蓝龙来一条 然后隐藏 选择很 哎好像不会 他要先蓝龙刺骨 蓝龙刺骨 然后发现被扰咒了 对 先隆隆看个牌 要不然盗墓匪贼刺骨 好吧 应该会选择蓝龙刺骨 肯定会蓝龙刺骨 他现在还是很需要加机身呢 对 康被扰咒了 好痛 好烦啊 这个扰咒简直是 太伤这回合结果了 有没有可能你隐藏 不太可能 不会 不太可能 那这边就好打了 火腰火球 够了 火腰火球量 因为你没解了 明显就没什么解了 这个时候最怕的是 对方抽一火把 法师抽一火把 手上还有一火球 这伤害就太难了 他还有一颗火把 对 火腰火球奥弹爆炸 我觉得 已经要死了 就是这个道德已经要死了 诶 他选择直接奥弹 万一打不中怎么办 大致力还是可以的 他觉得能补一个火充 不至于这么衰吧 哇靠 我跟你说 火腰法就是这么衰 衰是吧 有的时候衰起来 根本就打不着怪 4加2 4加2打不中 有的 很正常的 4加2加1 打不死一个4 我就跟你说 复仇之怒都只打 一个怪的都有的 也是 把这枪枪闷 然后解个床 解个1 心好痛 竟然解不掉火腰 现在这个奇迹太烦了 哇 无脑打脸就能 嗯哼 这里就直接上这个 虚灵巫师 虚灵巫师看什么吹风啊 冰环啊 冰锥冰环 都可以 就直接上了就 或者再来一发火球 炎爆什么的 随意啊 来个伤害也行 来个控制也行 这两个都可以 来心疼盗贼啊 来个控制 就确保自己下核核 能打个大树 这个盗贼跑掉了 死于贫血 贼要疯了 贫血的孩子 呃 他是隐藏了 他在考虑隐藏 因为不隐藏的话 太容易被解 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对 然后又没解散之力 最后还是选择等加机身 好了 那上吧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然后奥冲奥弹 火球爆炸 打了两发脸 火球先砸脸怎么样 反正这无所谓吧 无所谓 其实我觉得这里应该火球先砸 火球先打脸 你看这三胖奥弹打脸 然后两发也打脸了 要看这个火药会不会玩 我们现在只看到脸了 对只剩四血了 投了 三十血吊打盗贼 盗贼前面看上去还很拽的样子 结果发现不堪一击 因为没有加基森 所以赢不了 是没有加基森 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不懂 给盗贼的时间并不多 你只有在十五张牌以前 接下来有什么可以打的 变猪可以杀你 海冰剑 海冰剑 可以杀你 变猪可以杀你 火球可以杀你 龙西树可以杀你 打死你方式有一百种 上两个怪他就积极了 对 可能这个就指尖魔牌就积极了 轮回挂死 还真不积极啊 挂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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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虫点脸 巫师血涂轮回 他拿了一个这个 然后他要两个怪打死你 火车王 这个时候 这个麦迪文就跟他发出一声 有意思 这三张没抓到杀人的牌 哎呀 这个盗贼看上去 怎么这么弱啊 盘序不好啊 没办法 奇迹贼是这样 奇迹不起来 我输了 就核心牌没到位 奇迹贼就 奇迹贼就变成这个样子 好 那现在双方呢 也是各难一分 然后李伯这边还剩下一个 猎人 和一个小德 上面还有一个贼 还有个忘了 还有一个是 我没记错 记得没记错的话 你还得路 德 对 记没记错的话 错了一会再改 嗯 哈哈哈哈 错了我背锅 呃 天师可能会考虑把这个猎人先上 猎人吧 打贼还好像 好不好 好像还不错 反正有制射有冰冻什么 反正对面没什么血的 可以打的 然后实在不行三宝堆脸 接三宝堆脸要把他打死 嗯 对吧 硬币三宝接个三宝 所有贼都死过去 全打脸 只一个打贼还是有优势的 对方拿出德鲁伊 因为他贼打贼是有点麻烦 这是个王语猎 嗯 我刚刚看到了哈霍兰公主 嗯 这个 其实讲道理啊 我们每一个猎人的想法都是 什么 巴内斯出狮子 接哈霍兰公主 狮子在自杀 然后所有德鲁伊全死 但是打打成的几率啊 班战手指都数得过来 所以说 后来我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去掉了 因为我觉得这不现实 我最早还痴迷什么巴内斯拉出女王 这种奇怪的情况 后来发现总是拉出N组 可能是脸的问题 巴内斯 斯要改成斯子的斯 我经常遇到对手都是巴内斯 是吧 对 我也经常遇到 是啊 我就拉不出来狮子 我拉什么 各种东西都有可能 什么训兽狮啊 对吧 我觉得你要跟会长套的经历 人家是可以拉猴蝶的男人 雷像训兽狮这种 对 你是复活猴蝶 那是两概念 那是两概念 你怎么知道我复活的猴蝶 那是 天天素材 复活了三猴蝶 好了 这边德鲁伊 你也不复活了 尴尬 尴尬 不那么好的 无非 少啊 其实他没得选啊 他除了很少他还能怎么样 对他只能少了下回上大地 他不能不少啊 因为下回对方训兽是一架 这就出事了呀 尴尬 那这个肯定可以少啊 这个肯定可以少啊 这里小猫成锋也是 浑身上架的不得劲 这样就暴露了他已经没有很少了 无所谓啊 盗贼没有啊 不 烈烈没有毒手 没有那么多值得扫的东西 巴内丝 狮子的丝 上 我经常看到巴内丝 出女王也挺吓人 出了哈坏蓝公主 没什么用 大地 出了你好歹人家也是个陈卡吧 我觉得这把德鲁医要输在那一根制射之下了 砰一下是吧 对 砰一下一颗战争古树到地了 这里也没得想就是大地 大地刚好能打两个还多一血 对方补不掉刀 哇激活变脸我觉得 可以啊 解个野兽嘛 可以 也行吧 有一点点浪费 也可以 就怕别人一个杀戮把你打地杀了 是的 然后还上 他是 哈坏蓝公主是野兽 所以他这么做 主要是怕杀戮 这里动物伙伴 刀加快射 我觉得刀加快射吧 刀加快射 我也会打刀加快射 场上还留 他选择了巴内丝捐了上个蛤蜊 有点浪费 三四就这么捐 三四还是个还可以的 刀加快射我推荐一点吧 快射留在干嘛呢 战争古术硬着头皮上了 这里还有一种打法叫做 一个二费加一个巨 没什么意思吧 不怕傲射你做梦 不怕直射你做梦 还是直射你做梦 撞了就行 刀砍了该射的还是要射 撞了就行了 砍了也行 无所谓 那看他打算卖哪个 如果他要卖巨轮的话 那就先上巨轮 其实还是卖巨轮好一点吧 至少一个是墙 是啊 他总不希望自己这个墙被制射了 他也不希望自己巴巴被制射 这枯克当前场面最强的就是 来个猎豹加个巨轮 费用也达得好 费用也达得好 这里大家还在想 对还是上两个怪吧 两个怪场面好一点 现在还没必要的 没有到一定要上城的地址 我现在血量很安全 但是还是老问题啊 请问如何解决三宝接三宝 哇 这游戏 怎么玩 一点都不好玩 这游戏不好玩 然后再冲动动物伙伴 对小德来说太惨了 雷欧克 给什么都可以 可以 管啥是 管啥都行我觉得 是啥都强 是啥都行 下回合制射接迅速师 我看你怎么玩 然后三宝三宝再见 不需要三宝 双制射解决 好这里有优格萨龙 看能不能拖到优格萨龙 击活优格萨龙 对 拖优格萨龙吧 拖优格萨龙没用啊 他没几张法术 这里有张强锋 是为了打动物圆用 他没几张法术啊 我命啊 第一张就扭曲虚空 第二张三宝 两张两张很少 然后一个小树苗 还有啥 没了 有没有硬币在 他还打过这个野性的 哦野性对 打过激活打过野性 激活野性 那么最多七张吧 反正低于十嘛 这边就强风射击射箭就可以了 然后对方三宝 直接上狮 狮子也行 狮子也行 狮子吧 是的 不用快射直接射箭 不理 直接打脸 不理 场攻那么包 我还怕你 我就怕你一手游戈萨龙 这个场面我觉得 游戈萨龙肯定是解决不了的 就算他解决得了这个场面 他也要死 快射射箭的人 可以 法术太少了 能出现一号镜像 二号大胸弯 没什么用 三号 这个镜像 清场难度太高了 四号 急跑 台倒是有了 还有两个法术或者停了 一个还是停 一个还是停 一个吧 两个 水分数 没有 你看 没了 停 停了 还有 还有一个 好 这下没了 停了 都没记了 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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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记了 不过从他的视角来看他可能还是死 也是死了 这张尤格少龙已经肯给你了 你想骗人家你倒门上是个冰箱吗 现在尤格少龙其实挺正面了 是的 非常机智的先防了一场场一次 那现在的话李伯这边只剩下一套德鲁伊啦 德鲁伊内战 我觉得李伯这套牌应该是没有带放格 他这个牌就是打扮的 然后就带着长风防防抖 德鲁伊打德鲁伊和盗贼 德鲁伊打德鲁伊和盗贼 贼先上 贼先上吗 你问我会 随便吧 你会上贼吗 我觉得都说了最后一个职业 反正都要过 没什么好排的了 爱上谁上谁 自信贼的话就先上贼吧 贼的话其实 只要不是很卡手 应该打德还是可以打的 就是三费能硬币跳个 匪贼 然后在四费再接个生物 再接个蓝龙 不卡手就能赢 主要是要压住对方的四五六个 不能卡手啊 你卡一轮对方 卡一轮就积极 你挂刀他成长 好积极了 主要他自己门棍也满转杰作 我觉得还是 门棍还是要打到后期 对 你还是 几率大一些 就是打那种 不会成长 不会成长的那种德 这边的话小德要找成长 上面的话 感觉还是 匪贼还是不错的 匪贼还是不错的 哇 这里有一个 可能的打法就是做大饭 跟你搏命 做饭 会做的 对 就是这里的话很好 很有可能跟你搏命 二费就直接三八八了 二费八八就打了 对啊 这肯定会出的 就这个棋手 为什么不跟你搏命啊 不跟你搏命我怎么打 二八八 然后德肯定咬一下 然后下回机 德为什么不上那个三二呢 可以上 三二太好挤了 他可能觉得到这 也可以上 那这边直接做八八 是啊 做八八 这肯定做八八 不做八八怎么赢啊 赤普根 就赤普根吧 不亏啊 一点都不亏 想赢肯定怎么打啊 硬币 手机待发 你的手牌决定了 你只能是抓这个机会 就很难得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不要 二费三费可以挂刀 胜利属于兄弟位 走起来 这里的话 上个 上个 这样上女王的机会就没有了 是不是得考虑考虑 他这样拨命再来个机会 这样好吗 我觉得很不好 军期打脸 军期打脸 会被解掉 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我觉得还是会选择军期打脸 我想想 其实德鲁伊也没有跳肺 所以说费用上面来说 这些人 打脸 军期打脸了呀 军期打脸没什么好怕的呀 吃掉好像不是 吃掉好像不是 但是他估计在想要隐藏 他要隐藏 哇他比我们想象中的要贪 要拼 对 不过他这里打得很好 隐藏打得真是漂亮 军期隐藏是常规打法 这个是 灵性打法 灵性加一 好 这边 德鲁伊解不到大饭 很痛 对方开启了 上帝视角 这里如果来个刺骨 对 来个刺骨就疯了 来个刺骨就结束了 刺骨结束了 被刺也差不多结束 被刺也差不多结束 被刺也结束了 所以我是觉得小德 他是不是要考虑考虑 本来激活是可以聊着跳女王的 当然跳女王可能会吃喷棍 所以 也没什么好说的 其实我觉得还是二费上个三二号 对 二费上三二号 就被的话硬逼军期接了又怎么样 还不是很正常 对啊 问题就在于他二费不上三二 这点其实比较奇怪 这边被刺 被刺 七连 哇 衔接的真好 刚好就来个被刺 碰 好了 现在 倒是可以解 但是啥也没有 强解以后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场上就一个军期看了你 想想想不解 这里的话基本上是积极的 不过 这个忙活着 改天遇到大事可以聊一聊 你是一个德鲁伊 你二费没事情 你上不上猎豹 我上 哈哈 哈哈 这是变脸 好 再被剁一刀 继续剃 这个大范已经剁出了成敦数 哇大范已经活生生剃了三回合 这让大家知道包公头的愤怒也是非常的可怕 螺丝 螺丝薄命的 死了 只能螺丝薄了 螺丝薄命呗 跟这个奇迹贼跟佳姬生没什么关系 好 代球过人 直接直接 game over 大范完成了 一次超神的杀戮 踢了三枪 没理他 对的 那现在的话 最后一局 德打德 嗯 德打德 天师好像刚刚起手并不是很好 那可能下一局会不会起手好一点 说不准 危险 对 反正天师现在危险 对很危险 局势很危险 对他很不利 明明是五五开的 哈哈 很不利 就是他因为是被反超 是 主要是因为骑士也跑得太轻松了 就胖胖胖就搞定了 就大范嘛 大范也就 大范也没干什么 就踢了四脚 就大范就 三脚就够了 最后一个带出过人 经常有谁有问 先和大范还是学法 看这比赛你就应该知道 赶紧做个学法 不 说反了 逆向思维 赶紧做个大范 大范可以帮你提高10%的胜率 对 然而学法只能帮你提高2.8%的胜率 你看怎么办 这个数学模型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就不问了 这个数学模型是路边社通过大量的数据来 军师他们经过大量统计是吧 大量统计的 有多实战结果的 如果大家对盗贼有喜爱的话 这范格里夫还是一张比较需要的 好 好了 现在 天师这个棋手被称为 黄斧 天狐棋手 不是黄斧吗 请来一个字养 上面要找字养 或者 斧根吧 内在斧根厉害啊 嗯 肯定是斧根 斧根厂节奏 因为德鲁一打德鲁一都缺 大双方都缺解 所以解开就靠谱 嗯 这还要想 斧根 那如果不选斧根 不选斧根的话 就野性之怒 呃不 好像 斧咬 但斧咬肺高一点 他现在没有成效 野性之怒吧 如果没有斧根的话 就野性之怒 还是选斧根 我可能会选斧根 最正确的选择 斧根肯定是 肯定会选择 只是说你强行忽略斧根的话 我们比较一下 刚才 左边和右边那两个也是一个老对手 是 我们可以考虑考虑 新旧搭档 一个是新的 一个是新人 一个是旧人 大部分人都会选斧 激活33 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白跳就跳 激活熊德 啪 下回合成长 加 加变脸 激活熊德完全不虚 你愤怒 斧根 斧根啊 这肯定是斧根 斧根啊 快拿斧根啊 快拿斧根拍了他 对啊 这要斧根啊 不斧根 我上紫苑蓝 我觉得不太乐意啊 斧根不亏啊 关键是斧斧根 是白送的啊 这是正品 买一送一的正品 对他的开屏即得 是啊 用了一个奖 是吧 正品交了吧 对方激活出的熊德 你挑斧根 白赚一个激活 还赚了一头熊 大赚特赚 这个这个理论实在太好了 哇奥达们 哇 诶 可以直接 成长加 变脸 真的成长加变脸好吗 有没有别的选择 你要成长加根虚吗 不是 我是说奥达们或者很少 好吧 还是要成长是吧 我觉得成长嘛 还是要成长 不成长这后面怎么打 我觉得成长加根虚好像可以 就裸上根虚不要变脸 变脸的话又有点 太亏了 有点 画鸡的眼 下回合对方就紫罗兰加二加二 双方都在封房的跳飞 科技攀起来 蓝龙根虚 破费 靠 这里的话这个胜负的关键 可能跟这个巨人有点关系 再再打两个回合 跟这个奥达曼有关系吧 跟奥达曼也有关系 哇这里激活 紫罗兰激活加二加一 然后变脸 好不好 可以 你能把龙杀了就肯定是 肯定是可以 只要把龙能杀了都是好 龙 龙很好伤 而且多用点法术的话 我下回合再跳一个巴巴 巨人 大不了我下回合巨人变脸 也无妨 嗯 这个巨人吃奥达曼 可能会需要人比较不难受 场面上还需要撑起来的 是 这里肯定是 紫罗兰激活 加一加一给他撞 做好学习准备 场面上的紫罗兰带两个球 然后变脸 然后截起来还特别不爽 截不掉 只能上巨人 特别不爽 只能硬当巨人 你上巨人人家不屌 你直接打脸 那你要吃 吃个一两人伤害的 嗯 那没得选 你只能上巨人 好吧 我也上个巨人 打脸 我也上个巨人 打脸 我也上个巨人 对啊 你又怎么办呢 我先动一个回合 我奥达曼 你奥达曼 你奥达曼你巨人 然后吃你四六 然后再上个三三代二 对三代二 三代二 不要去管这个巨人 三代二 搞得好像能翻了一样 看上去这一波还是挺 哇 这个奥达曼好强啊 然后还有个横扫 对啊 这个奥达曼特别厉害 我觉得李伯会不会输在 尤格萨龙之下 没有没有 就是尤格萨龙了呀 对啊 李伯会不会输在尤格萨龙 先把树一立 然后继续打脸 下回大不了尤格萨龙 是的 我觉得这里就五十大树 然后变脸咬脸 是啊 就全员打脸 然后就看尤格萨龙 打一两个直伤 就把对方打死了 巨人好不好用 好用啊 巨人基本上 因为小德嘛 他五费六费也就下个怪 很难有五费八八的身材给你用吧 我可能 对很多时候还是 对 我可能把巨人拆了 然后我那个二二我就不管 嗯 管他干嘛 摸一下脸先 滋阳 怒着浮根 他这里可以把场面全解掉 只要一个横扫就行 然后全捐了 那没场没先手 没先手跟 那怎么 然后对方手上只有一个尤格萨龙 自己手上一个尤格萨龙 对啊 那我觉得我 我是小孟成功的话 会希望来个乌鸦神像 我找一个奥尼克西亚 这样好不好 好 特别厉害 对啊 乌鸦神像找个奥尼克西亚 好吧没有 考见双方尤格萨龙的实力了 嗯 这个目前来看血量这方面里面是巨大历史的 就看 尤格萨龙发挥 李伯这边会选择大地双奋怒 哦 入窥双奋怒 似乎结构更加更加合适 好李伯这边好像有点优势了 邦 这样的话有点优势了 应该要别逼对方尤格萨龙了 对啊这样这样真的是优势 哇 还卖点吗 这万一被尤格萨龙打死了 是不是要哭晕在厕所啊 十二血很安全啊 我是觉得我会叫奥尼克西亚来 我是觉得我会叫奥尼克西亚来 我是觉得我会叫奥尼克西亚 怎么真有奥尼克西亚 我说说他 没有我现在会带奥尼克西亚的 是啊 他没带咆哮啊 可能会有奥尼克西亚 他不带也不带 奥尼克西亚应该带一张跑选 或者是想要 不带 可以不带的 可以不带 然后通过乌鸦神像找 我可以乌鸦神像找啊 或者什么加一加一啊 或者什么赛纳流斯啊 就死这个奥尼克西亚手上了 哎 天使这边为什么不直接上尤格萨龙 还找个毛线啊 这不找死了吗 我们看看啊 天使在想些什么 然后天使觉得我可以拿那个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直接上尤格萨龙啊 你这还找什么啊 天使觉得这一场一一打不死我 不过就六点伤害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哇这个时候六点好痛啊 然后对方六点伤害加尤格萨龙 我跟你拼了 对方的尤格萨龙还可以不出 可以愤怒先过一张牌 然后全部打脸 就十二选嘛 然后愤怒先 愤怒肯定是双法数 愤怒打一下那个龙吧 随便你打谁 谁龙吧 愤怒打一 过一张牌 对方明显没很少 我没什么好怕的 这六条龙简直是强无敌 看有没有加一加一 没有 没事 过牌 继续过 看有没有加一加一 有没有什么乌鸦神窍 有没有咆哮 加一加一 好 恭喜你游戏结束 game over 天使上回合 我换我绝对毫不犹豫 愤怒大龙 这个场太可怕了 是啊 这个场已经崩了 天使竟然迷自自信 觉得自己能过很少 而且他可能就想 对面已经交过一张野心之力了 没有第二张 但是能 对啊 很多方法能翻啊 明明可以靠技术 用游戈赏龙翻盘 偏偏要去找很少 找神抽 这个有什么意思 对吧 好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个 这一场对局打完了之后 天使现在是 败着走 嗯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又看了一下 北京赛区 这是最终的出现名单了 因为我看到只有一个格亮了 其他都是黑的 哦 投降加好友 拍歌也阵亡了呀 拍歌也阵亡了 哎呀 拍歌实在太惨了 拍歌真的是这个脾气 哎呀 现在我们还是 有一个W6E的墨炎 嗯 你在哪看到了 地址 啊 对 墨炎进了 然后窦小姐被他干掉了 乃尬的也 走了 嗯 好 那这样的话 这是我们晋级的名单 嗯 北京赛 北京赛区这边晋级的名单 我们也是看了一下 然后 我们稍后 是直接啊 休息一下 然后我们稍后给大家带来成都赛区的后面的比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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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